2022年12月3日 在距离原定的下水日期 已经推迟了整整一年后 英国首艘二六型护卫舰 格拉斯哥号 在皇家海军格伦马兰北方弹药装载码头 由升降市半前博船 马林奥古斯蒂号拖在下水 下水现场由英国皇家海军 和英国BAE系统公司 以及英国国防部 国防装备保障局的人员 组成专业团队进行保障 随后 该舰将沿苏格兰克莱德河 被拖至拉斯哥的斯高顿 BAE系统公司造船厂 进行西装测试和调试 按照计划 格拉斯哥号将在该造船厂 完成西装后开展海市 直至入役英国皇家海军 那么二六型护卫舰 最为英国最新锐的舰艇 将在英国皇家海军中 扮演怎样的角色 护卫舰这个舰种 最早就是由英国发明 世界公认的第一艘 真正意义上的护卫舰 就是1757年下水的南安普顿号 英国皇家海军 也是最早使用护卫舰的海上力量 此后 护卫舰作为英国海上力量的 一个重要组成 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目前 英国海军现役的舰艇 除了两艘航母以外 只剩下六艘四五型驱逐舰 和十二艘二三型护卫舰 因此 现如今英国皇家海军的 主力护卫舰 及二三型护卫舰 但该舰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开始建造 当时是为了配合北约在北大西洋 和挪威海域开始水下战场而建 其用途主要就是反潜作战 二三型护卫舰一共建造了16艘 大部分都是2000年以前服役 其中一艘已经退役 三艘转售给其他国海军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二三型护卫舰已逐渐老迈 其性能目前来看也日趋落后 虽然从2005年开始 英国皇家海军对二三型护卫舰 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和延寿 但其总体性能已经无法适应 现代战场需要 因此 为了能满足英国皇家海军 未来的远洋作战需要 特别是更好的提升 以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为核心的航母编队的实际作战能力 英国皇家海军在2005年 就开始着手制定 未来水面战斗舰艇项目 计划建造新一代的护卫舰 用来以1比1的比例 完全替代现役的二三型护卫舰 护卫舰的由来 二六型护卫舰都以英国城市命名 例如刚刚提到的首舰 格拉斯哥号 就是以苏格兰最大的城市 格拉斯哥命名 同批次建造的第二艘 被命名为加蒂夫号 第三艘命名为贝尔法斯特号 而二六护卫舰 接下来花费42亿英镑 建造的第二批五艘舰 也已命名完毕 分别是爱丁堡号 博明汉号 谢菲尔德号 纽卡斯尔号和伦敦号 因此 二六型护卫舰也称为城市级护卫舰 而在2010年 该型护卫舰被英国国防部 更名为全球战斗舰 从名称上看 英国国防部目标 为英国皇家海军打造的新一代护卫舰 不再是一款普通的护卫舰 而是能够实现英国皇家海军 全球抵达战略 具备全球作战能力的多用途水面舰艇 二六型卫舰从定位上来看 将是一款面向未来作战的 新一代多功能远扬护卫舰 将来主要承担英国皇家海军 未来的反舰作战 防空作战 反潜作战 反水雷作战 和对陆打击等水面作战任务 二六型护卫舰虽然叫护卫舰 但体格却直逼驱逐舰 已经下水的格拉斯哥号长150米 宽21米 核心舰员编制157人 但标准排水量就有6900吨 满载排水量更是达到了8000吨以上 其吨位接近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将它称作是驱逐舰都毫不夸张 其比英国海军现役的3600吨级的 二三型护卫舰增加了3000多吨 是英国皇家海军历史上最大的护卫舰 吨位甚至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 现役的四五型驱逐舰 造价上更是昂贵的多 一艘就高达12亿英镑 约合14.7亿美金 作为对比 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 最新型欧洲多任务护卫舰 一艘建造成本为8.45亿美金 而二六型护卫舰的成本高昂 与英国本身造船能力有关 2015年9月 英国政府采购13艘二六型护卫舰的总成本 预计为115亿英镑 每艘成本约为8.85亿英镑 这时与欧洲多任务护卫舰的成本相差不多 但随着二六型护卫舰采购数量减少 到了2016年 八艘二六型护卫舰的成本预计为80亿英镑 平均每艘上涨到了10亿英镑 2017年英国国防部与BAE系统公司签订的 首批三艘建造合同金额为37亿英镑 平均每艘高达12.33亿英镑 造价不断上涨的深层原因 是英国国内造船工业的衰落和产能不足 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 不过虽然是贵了点 但二六型护卫舰作为一款满载排水量 超过8000吨的大型护卫舰 其服役后将身兼多重重任 除了取代逐渐老旧的二三型护卫舰外 还要肩负其因动力系统频出故障的 四五型驱逐舰的部分使命 因为原计划建造12艘的四五型驱逐舰 如今仅有6艘 英国海军未来驱逐舰的空白 也将由二六型护卫舰来填补 该型护卫舰从总体设计上来看 其水线以上部分呈明显的外漂型 舰手甲板咸乎较大并且甘咸较高 有利于提高在远洋 以及高海矿条件下的航行性能 舰体由上方俯视就像一个锥形面 这样设计的优点 就是能够提高舰体的耐波性和航行的稳定性 并且与二三型护卫舰相比 二六型护卫舰的雷达隐身性空前提高 甚至超过了四五型驱逐舰 外露的武器设备也尽量以 弦枪板和天线罩折挡起来 从而最低限度降低雷达反射界面 超过八件吨的满载排水量 使得二六型护卫舰的续航天赋点满 与传统护卫舰30天续航力相比 二六型护卫舰延长到60天 动力系统上采用全电力加复合柴油 加燃气涡轮的交替推进系统 使用一台与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相同的 罗尔斯·罗伊斯MT30燃气涡轮 作为加速用主机 除此之外 还有四台德国产柴油机和两台电动机作为动力 功率高达36兆瓦 最大航速超过26节 15节航速时续航力 在七弦海底左右约合1.3万千米 能够一口气从英国行驶到澳大利亚 可以说是完全达到了英国皇家海军 全球化远洋作战的设想 该套动力系统在静音方面 继承了二三型护卫舰的优点 并采纳四五型驱逐舰的许多措施 使得二六型护卫舰虽然体量大 但却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护卫舰之一 这将大大提高其反潜能力 而反潜能力则是二六型护卫舰 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的重点 机库右侧还设计有大型直升机库 可容纳两架AW-101梅林反潜直升机 或两架AW-159野猫反潜直升机 AW-101可携带四枚不渝反潜鱼雷 AW-159可携带四枚海毒液反潜导弹 或两枚不渝鱼雷 其飞行甲板采用相当宽大的加强结构设计 甚至CH-47制弩干重型直升机的起降都不成问题 机库右侧还设计有一个用于容纳垂直起降无人机的小型机库 英国海军可能会效仿美国海军滨海战斗舰的航空行动模式 有人驾驶直升机与无人机相结合 实现24小时作战海域覆盖 并且26型护卫舰放弃了之前的警示甲板设计 舰体中部甲板下方设计了一个多任务载荷舱 为未来技术发展预留了空间 多任务载荷舱可根据需求搭载四艘12米长的水面舰或潜航器 在武器配置方面 26型护卫舰堪称是全能战舰 承担从区域防空大洋反潜 到日常巡逻在内的一系列任务 因此武器配置也是多种多样 主炮为一门BAE公司的MK45型127毫米舰炮 反潜武器除了反潜直升机外 还配备两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 用于发射BAE系统公司研制的黄雕鱼反潜鱼雷 进程防空为前后配置了两座密集阵进防系统 前部的密集阵安装在甲板前端 后部密集阵安装于机库顶端 接下来则是26型护卫舰的杀手锏 72单元的垂发系统 其中48个单元装填海兽体防空导弹 剩余24个单元装填对陆攻击的战斧巡航导弹 或者对舰攻击的反舰导弹 海兽体导弹弹长3.2米 弹径0.166米 安装有定向破片战斗部和主动有缘雷达导引头 由激光碰炸或进炸引信引爆 射程为25000米射高10000米 最大速度3马赫 虽然该款导弹受限于体积导致其火力偏弱 但其具备一坑四弹的技术 最高可满载192枚导弹 在备弹量上优势很大 其唯一的缺点就是射程 25000米的防空范围 对一搜8000吨的舰艇而言 只能用来自保 与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搭载的标准系列导弹 高达数千千米的射程更是没法比 但对高强度作战需求不高的英国而言 也是可以接受的 意境其主要取代对象是防控能力 同样不强的23型护卫舰 在雷达及电子系统方面 26型护卫舰配备BAE公司的 997型阿尔斯坦3D中程搜索雷达 该型雷达的搜索范围约200至300千米 可同时至少监控900个目标 并能够追踪25000米以外 速度3马赫以上网球大小的目标 具备先进的抗电子干扰能力 性能和可靠性是其前身996型雷达的5倍 除此之外 26型护卫舰的电子战能力同样强大 电子系统包括泰雷兹公司的 HATMODE1型电子侦察系统 雷达靠警接收机 海温干扰发射装置 天蝎座主动式电子干扰机 和水面舰艇鱼雷防御系统 这些系统为26型形成了有力的电子屏障 总体而言 26型护卫舰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 未来主力水面作战舰艇 即将与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45型驱逐舰 以及机敏级攻击型舰艇一起 共同构成英国皇家海军 未来舰队部队的中间力量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26型护卫舰的实力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